我们看,前面讲到说 牧羊人,要去领羊 有人帮牧羊看着,有看门的人 后面又讲到说,这个牧羊人 主耶稣就是这个羊的门 所以,在这边其实讲到两种羊圈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一种就是村子里面的公共羊圈 这个羊圈,有看门的人在那边看着 这个有坚固的门 只有牧羊人,才能够进去把羊领出来 另外一种是野地的羊圈 这种野地的羊圈,就没有一个正式的门 但是牧羊人,他就睡在门口,成为羊圈的门 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 这边讲到的是头一种羊圈 第一节到第一节 开门,给他开门 羊就听他的声音 他就按着名叫着自己的羊,把羊领出去 这是讲到第一种羊圈 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讲到第二种羊圈 所以,它是羊的门 这个是羊圈 这个是羊圈 羊圈是代表什么意思? 羊圈,主书为什么突然讲到牧羊人跟羊群呢? 主要是针对前面第九章的一个故事 第九章,主耶稣一直生来羊圈的人 这个羊圈的人,后来因为羊圈 说,耶稣是先知,然后是从神来的 结果就被犹太人从会堂里面赶出去了 赶出去之后,主耶稣就遇见他 然后,就带他相信,接受了 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讲到牧羊人 把羊,从羊圈里面领出去的事情 所以,羊圈这个比喻 跟第九章作为一个对照 我们知道,这个羊圈指的是什么? 就是代表犹太教 犹太教,因为前面他讲到 那些犹太人,商议定了 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 就要把他赶出会堂 然后后来,他们就骂生来瞎眼的说 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 所以,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就是把他从羊圈赶出去了 所以,从犹太教里面,把他赶出去了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层意思 这个羊圈也可以代表律法 这个比较深一点 为什么说,羊圈会代表律法呢? 我们来读一段段话 我们来读一段段话 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说 律法其实好像是一个圈圈 一个羊圈一样 把羊都看守在里面,不让他们不能乱跑 乱跑,知道什么时候? 知道主耶稣来了 主耶稣来了之后,就把他们从律法之下带出来了 这个律法就像一个羊圈 让每个人知道说 我们都是罪人 现在暂时被看在律法底下 但是,律法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 我们不是永远要住在那里面的 主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 但是,一定要等到时候满足 等到时候满足了之后 我们就被交在主的手中了 他们就不需要停留在律法之下 所以,犹太教跟律法,其实上号是有一些类似 现在,开门的给他开门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他们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就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现在,他们把羊领出来了 然后,继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然后,接下来到了清学的草场 这时候就变到下一个阶段 他这时候就说,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失 到即来无非是要脱窃杀害毁坏 我还认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段话,其实有很丰富的含义 先看他说,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然后,出入得草失 主耶稣就是那个门 这个门是什么门? 是救恩的门 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之后,我们就会 第一件事,我们会得救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会出入得草失 出入得草失 英文是这样讲 They will come in and go out and find pasture 他是先出还是先入? 先入再出 这个原文是先入,然后再出 应该是入出得草失 但是中文,中文没有人讲入出 人是讲出入,所以他就直接翻出入 但是原文,其实是先进去再出来 先进去再出来之后,就会得到草失 大家参加礼拜五的聚会的话 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有讲到一个进去一个出来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进到漫内,出到草失 对,进到漫内,出到草失 进入漫内,出到草失 这里跟这里有点相对应 Come in and go out 为什么我进入漫内,出到草失 进入漫内,出到草失 进入漫内是讲到什么意思? 单独与主同在 来到自证所,与神同在 对不对? 享受神的同在,与主交通 然后出到草失,是什么意思? 带着任务,带着使命出去 然后呢? 出去,或者 完成神交给我们的工作 在康命的时候,有草失 在旅行任务的时候,也一样有草失 可是出到草失,不是要跟随卑微基督吗? 不是要受苦吗?要受羞辱吗? 为什么受羞辱的时候,会有草失呢? 那个草特别丰富了 OK,好,是说明知 我们进入漫内,我们知道 进入漫内,我们会得到草失 因为跟主同在,好得无比 但是出到草外,怎么会有草失呢? 要受苦,为主受羞辱 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的 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祂的功 就是我的食物 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也许从外面看起来,好像在受苦 好像不舒服 但是里面却是什么呢? 里面却是宝足的 有的时候,我们说 好像好久都没有什么亮光 好久都没有被圣灵充满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出到淫外 你出到淫外,去跟随卑微基督的时候 里面居然会有宝足 因为我们在圣经神的旨意 所以,他说 They will come in and go out and find the pasture 我们先进去,先进到主的面前 然后出到淫外 这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草吃 接下来,他说 盗贼来,无非是要脱窃杀害跟毁坏 这个盗贼来,他们会把羊偷走 有的,就直接给他杀了 杀了之后,就丢出去 丢到外面,外面有人接应 然后就把这些... 而且羊很乖 羊被杀了之后,从来不会发生 盗贼心来的 所以,被宰就是安安静静地被宰 所以,他们到此以来,就做这些事情 但就我们的生活来讲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撒旦,仇敌来 他也要在我们身上做几件工作 他要在我们身上偷窃杀害跟毁坏 你知道他要偷窃什么东西? 要杀害什么东西? 要毁坏什么东西吗? 要偷窃我们的什么? 偷窃我们的喜好 偷窃我们的心 偷窃我们的心 还有没有? 你觉得他最后偷窃什么? 灵魂 信心 对 我们简单的讲 偷窃你的忍耐 偷窃我们的时间,偷窃我们的精力 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神身上转开来 让我们的人生就虚度 然后,杀害什么? 灵魂 杀害我们的灵魂 当我们把时间花在不对的地方 把精力花在不对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灵魂这时候被杀害了 不对的电影,电视,都被看多了 根本灵性就被杀害了 他因此就毁坏了什么? Destroy 他是steal, kill and destroy Destroy Destroy什么? 我们什么东西? 跟神的关系 毁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还有呢? 毁坏我们最久的律师 对 还有呢? 毁坏主在我们身上的工程 对 他毁坏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使命、呼召 还有呢? 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命灵、Destiny 还有我们将来永远的基业 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 撒但因为让我们走错路 杀害我们灵命之后 神本来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跟使命 就被毁坏了 祂本来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 结果因为我们犯罪了、跌倒了 结果我们后来自好 在神的手中被做成另外一种器皿 但是,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 起出最美好的旨意 所以,祂要来毁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毁坏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还有Destiny 当我们在地上 我们的呼召使命被他破坏之后 毁坏之后,我们就失去了天上的基业 所以,这个是盗贼来要做的事情 但是,主说到他来 祂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这个英文是怎么说? 英文是说 I have taught,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请问,什么叫做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那就是上面讲的,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还有别的翻译方式 别的翻译,我这边写了一个 得得更丰盛 它是翻译, exceedingly well 极度的,极度的功夫 你可以得着生命 而且得到最大程度到最完满的一个程度 让你的生命活到最完满 就是充分的把你的生命里面所有的potential 发挥出来 让你的生命里面,生命的价值 能够发挥到最高的程度 你可以得到最完满的生命 你不是只是得到一个低层次的生命 你可以得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 这个得生命,得得更丰盛 我们可以跟前面这个做一个对照 前面叫做说,要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 他这边说,要得生命,得得更丰盛 这个其实有对照的关系 前面讲得救 然后,我们不仅是得救 而且要出入得草吃 我们不仅今天信主得救,为什么要上天堂呢? 神还要让我们能够出入得草吃 还要我们进入一个进入慢内,出到营外更丰富的生活 这个层次已经比得救,又要更高了,对不对? 所以,下面这个讲到说,得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之后,不是就停在这里 这个生命还要发展发展,发展到更加的丰富 今天,在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来讲 我们简单的来讲,把它做一个summer line 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做什么?叫做重生 我们重生得救了,成为基督徒了,成为神的儿女了 但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请问,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出入出达老师 然后,得了更丰盛 得生命,得了更丰盛 然后,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形容吗? 有本律已经信徒,或者后来变门徒 信徒变门徒,很好 有没有? 成长,生命成长 门徒是什么?信徒跟门徒的差别在哪? 请问 门徒是别生使用 门徒要附带架了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而且要舍弃一切 圣经里面讲到门徒的条件,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这是门徒的条件 所以,那个就是要出到额外 当然,你没有先进到蔓内,你不可能出到额外的 所以,这个是信徒跟门徒的差别 还有没有别的原说法? 这个出入得草吃,或者得了更丰盛的生命 就是讲到圣灵充满,还有十字架的经历 这个叫做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这个叫做出入得草吃 这是一个玄环 我们一般讲到,很多人讲到说 重生是我们第一层的祝福 然后,圣灵充满是第二层的祝福 但实际上,我觉得第二层的祝福 其实不是只是圣灵充满 还要包括十字架的经历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泰体局 你不可能说,单有圣灵充满 而没有十字架的经历 你如果是只有说,圣灵充满 要特别聚会,被圣灵大家充满 但是你没有十字架的经历的话 你这个圣灵充满是很不浅的 但是,当你有十字架经历的时候 你一定会更深的被圣灵充满 那个圣灵充满,才是更扎实的 这次就是,进入漫内 跟神有一个密切的沟通 这时候,你就会被神灵充满 神更多的进到你里面,来充满你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到颖外去 走十字架的道路 这时候,你就会有十字架的经历 当你越多的经历,十字架越多的到空 越多的把自己放下 顺服主之后,圣灵又会更多的充满你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这个生命,已经是远超过你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 起初那个小贝比的生命了 所以,这个是讲到羊群 主耶稣祂说,祂要带领我们 不仅得救,而且要出入得草吃 不仅要得生命,而且是要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这个是我们成为主的羊 所要领受到的祝福 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上好的麦子 出入得草吃 不是只有入,还要粗 这个时候,你吃到那个草 就是上好的草 在主耶稣的羊圈里面,我们可以吃到草 吃到草,小贝比,我们小贝比主 就拿捡好的草味给我们吃,真好 但是主耶稣不是 主耶稣还要我们长大之后 要走到矿园里面去,去吃草场上面的草 有的地方,还要经过死因的幽谷 但是那时候,你吃到那个草 是真正那个上好的草 圣经里面说,那个叫做上好的麦子 这个只有当你真正去顺服主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你看 正报正直的 我的家里面,都吃的都是罐头食品 都是泡面,方便面 外面去吃大餐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方面我们要入,一方面也要出 只有我们顺服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读圣经 读起来,好像都是平面的 没什么太深刻的 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 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些圣经上的字 对你都开始多活起来了 都活起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 这个叫做吃到草 所以,我们上次说什么 出到营外,不是要跟谁卑微的基督吗? 要跟着主一同出去受苦 但在这受苦的当中 你就会吃到那上好的麦子 这个叫做磐石出的蜂蜜 蜂蜜,那个在诗篇第几篇 那个天国中的美味 有各种程度的 我们可以说,我们吃到蜂蜜了 哇,那是非常甘甜 但是还有一种更顶级的蜂蜜 叫做是从蚕食中出的蜂蜜 那个品质就 对于普通的蜂蜜就不太一样了 应该说,非常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预尝天恩的滋味 我们要去品尝 我们要去享用天国里面的美味 那这个等次是非常不一样的 要重生,必须要实价经营的就是 必须要经过摩纳才是 对,所以现在是你们最蒙福的时候 对,就是这个时候的信心 跟平常很稳妥的环境里面的信心 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的试验以后 就比那经过火还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在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时候 在祂的面前会得到荣耀、称赞和尊贵 所以现在主耶稣就在你们的身上锻炼那个 比火,经过火还会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的信心 是天方神一篇 我们翻译一下后来 好,圣愿 圣愿,我的名肯听从我 以色月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愿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 又拿从蚕食出的蜂蜜 叫他们保足 所以啊,麦子里面有普通的麦子 有上好的麦子 它有很多等级的 那蜂蜜也是这样的 蚕食出的蜂蜜,就是顶级的蜂蜜 就是the finest of wheat with honey from my wine ok 所以,我们要顺服神,把自己放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这个上好的麦子 接下来,子耶稣又说什么呢? 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倦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墨人 所以,他另外有一群羊 然后,请问 他本来这个圈里面 这个圈,我们说这个是代表什么? 犹太教 另外这一群,不是这个圈子里面的 是哪里? 就是我们外邦人 所以,这两群羊,一个是犹太信徒 一群是外邦信徒 这两群,他说要合成一群 合成一群,归一个墨人 所以,所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有说 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这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 然后,归为一体之后,就与神和好了 所以,这个是神的计划 先是犹太人得救 接着,我们这些外邦人 我们这也是羊群,本来在外面流浪 但是,主耶稣一呼召我们 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 当我们一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会认得祂的声音 因为我们是被祂选招,被祂呼召的羊群 所以,他这里就说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墨人 这是第十六节 前面,他这里有讲说,第八节 凡在我已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雀不听他们 在主耶稣以前,有什么贼跟强盗先来呢? 在主耶稣那个时代 要等候弥赛亚来的那种情绪,非常的浓厚 所以,就有很多人,那时候就假冒弥赛亚的名 然后,要呼召那些犹太人起来 要抵抗罗马政府 结果,他们就起义,然后暴动 结果,造成更多人的死伤 后来,被罗马政府一镇压之后 那些人都被定死了 所以,那些人来,他们来的结果是 偷窃、杀害、毁坏 让那些很多无辜老百姓的性命,都牺牲掉了 他们那些人就是贼,是强盗 但是,主耶稣说他才是真正的弥赛亚 当主耶稣十二、十三岁左右 那个时候,在他的老家拿撒勒 就是有一个暴动 然后,罗马军队就来镇压 结果,他们逮捕了一百多人 就在那个拿撒勒的大街上面 那条主要的街的上面 这边钉一个十字架 这边钉一个,然后走了几步 那边一个十字架 这边一个十字架 所以,主耶稣在十二、十三岁左右的时候 他看过那个恐怖的样子 就是他要走那条路回家 或者要出门的时候 他就是看到两旁 这边至少五十个,那边五十个十字架 钉在街道的两旁 那当然,主耶稣就知道 将来他也要这样 为着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 这里,他又另外讲到说 11节,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所以,这是一个好牧人的特征 他不仅带领那些羊群 而且,当羊群碰到危险的时候 这好牧人甘愿为羊舍下自己的生命 但是,如果是故宫的话 故宫他是想说,羊群死几之物,没有关系 人的生命比较重要 今天,我们一般也这样讲 羊群死伤了也就算了 但是,人命比较重要 但是,神圈是为着我们这种卑微的生命 这种低层次的生命 祂愿意舍弃那那么无限荣耀的生命 对 所以,他真的就是用着好牧人才能够表达 看到这个图画 我们有没有一些印象 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好牧人 想一想,这是谁 墨西是好牧人 墨西是好牧人 对 还有,亚伯嘛 他也是牧羊人 那现在有一个特别像这边说的 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的 的牧人 大卫 对,有时来了狮子 有时候来了熊 对不对 叼走了一只小羊羔 他怎么样 算了啦 小羊羔 母羊可以再生 没有 他看一只小羊羔都那么宝贵 所以,他就过去用拳头 打那个狮子 打那个熊 一定要把那个小羊羔给他抢回来 他爱那个羊 他爱他的羊 对不对 大卫能够愿意喂羊一只小羊羔 舍命 所以,他不怕狮子 不怕熊 所以,他能够面对蛤蜊羊 对不对 他不需要扫罗借给他的军装 我穿的太重,不习惯 他说,狮子跟熊他都不怕 何况没有受过割离的异教徒 我怕他什么 所以,他可以用他最熟悉的弹弓 他在牧羊的时候 他学了一个好手艺 就是用弹弓打那些野兽 这也是一种打仗的方法 正好就打破那个哥利亚的额头 因为平常神就与他同在 他有一颗心要抢回那个羊羔 所以,他忘记他自己的性命 他去打熊,打狮子的时候 神与他同在 所以,他这个得胜的精力累积起来了 这个跟神的默契已经累积起来了 在生活里面 所以,到战场上,他就可以用了 懂吗? 所以,他在战场上 一个石头就把那个巨人解决了 大卫因为在牧羊上忠心 神就呼召他出来牧羊神的百姓 所以,当后来大卫有一次 他输点军兵犯罪 结果神就用瘟疫,用栽羊 来击杀以色列人的时候 大卫就发出一个祷告说 神啊,是我犯罪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事呢? 愿你击打我的父家 不要加害这些你的群羊 所以,他虽然已经是一国之军了 这些老百姓,好像是他的羊群一样 他宁可神直接来攻击他自己 还有攻击他自己的父家,他的家庭 也不要去加害这群羊群 所以,他真的是有一个牧人的心 所以,他就是预表这个好牧人 所以,《诗4节》说,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这个很宝贵 这个好牧人不是只认识泛泛的一群 看起来都是白色的嘛 最近白羊,最近黑羊 只知道,Roberty知道这里有两群 但是白羊跟白羊之间,搞不清楚 但是我们上回不是说,巴特斯坦牧羊很厉害 他说,你把我眼睛蒙着 我想,你把我手放在羊的脸上 一分钟之内,我就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羊 他可以认识一个羊到这个地步 今天神认识我们更深 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情况认识我们 有的时候,你如果说有先知跟你发预言 或者说有属神的人为你祷告 当他一说的时候,你会突然发觉 哇,怎么会刚好说到我里面最深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 我那时候在神学院里面练习 那时候,有段时间到神学院 结果那时候,有特别的外面来,请来师资 国外来的,上课 上课的时候,后来就是大家都为学生们祷告 祷告之后,男的老师就为了祷告 祷告,他就说 我觉得你好像需要,我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 然后,他一直祷告,他就说 这个弟兄,要认罪悔改 我在那边想说,主啊,什么地方我要认罪悔改 然后我就拼命想,想不错 他越讲,我就越沮丧,我说,糟糕,怎么办 结果后来,突然他的太太就过来 她说,Can you read English? 我说,Yes 她就用英文写在白板上 写黑板上,就写了一句话 她说,神说,我站在你这边 那时候,我一读,我马上眼泪就流出来了 好像那时候,就觉得说 哇,好多人在那边,acute me 我说,你要认罪,要认罪 我说,是啊,我是罪悔 但是,想不出什么罪 所以,就是那个弟兄 那个弟兄,那个还是领会错误,还是什么 反正是,至少是approach的方式错误 那之后,他那个师母一讲,他说 神说,我站在你这边 那时候,就有一个好生的感觉就是说 好像,神最认识我们这个羊 就当全世界的人都会误解你的时候 神还是那样的了解你 而且站在你这边 所以,那时候,我就被神的爱充满了 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而且,就说,神祂认识我了 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神是从神来的神 所以,当那时候,那个师母一显到来的时候 我听得出来,就是神对我说话 所以,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 你会听到,祂什么时候会对你说话 当祂一对你说话的时候,你的心就被摸着了 有一次,我听了一个见证 听了一个见证 有一个小朋友,很皮 他跟他,那个是一个小男生 他跟他妹妹,常常会吵架 结果后来,有一次,妈妈就罚哥哥 他说,你去房间里面,去好好地去反省 结果,他那个哥本来都是很玩皮 有一次,后来突然,妈妈听了 那哥哥在里面,哭起来了 他就跑去看,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这么难过 他说,刚才在房间里面的时候 主耶稣,主耶稣把他过来 然后,在他心里这样摸一下 主耶稣在他心里,给他摸一下 他整个人就融化了 他就觉得说,他不对 他不应该这样欺负妹妹 他不应该这样子 所以,他就在那边哭啊哭啊,觉得我不对 所以,后来他妈妈就把这个箭子 跟地球怎么样分享 他说,他在那边旁边怎么讲,讲,讲没有用 但主耶稣过去,他说 主耶稣过来,主要把我的心这样摸一下 他就大哭 今天一样,我们需要常常被神这样touch 被神touch,我们就整个人会不一样的 OK,我们继续往下 这个是说,在耶路撒冷有这个修炼节 是冬天的时候 这个跟刚才,这个事情到底是相隔多久呢? 没有太久 大家看这个上面这个power point 刚才那个事情是发生在祝鹏节之后 本来是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祝鹏节 祝鹏节结束之后 后来主耶稣是先赦免了一个行一个妇人的第八章 完了之后,主耶稣就继续讲一些话 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所以他们要抓他 主耶稣就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出去之后,他就医治了那个身来瞎眼圆 所以,那个都是发生在祝鹏节之后的那一两天的事情 接下来现在他说,到了修店节 祝鹏节是在祖耶稣已经到了第三年不是的秋天 祝鹏节到冬天,本来大概是九十月之间 现在到了修店节 修店节是在十二月初 修店节,那修店节是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Hanukah 这个是什么节日? 这个就是修店节 修店节 Feasts of Dedication,或者Hanukkah 这个是在每年的十二月初左右 有的时候会早一点,有时候晚一点 他说是连续八天 在纪念主前165年 那时候,马加比兄弟他们 收复了耶路撒冷捷径圣殿的世纪 这个节日跟圣诞节很近 但是,犹太人他们绝对不会过圣诞节 不会过圣诞节 所以,到圣诞节他们会若有所思 所以,他们就大肆庆祝他们另外一个节日 因为这个节日跟圣诞节很近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过这个Hanukkah 所以,你们有时候看到一些 诶,怎么搞的? 书店里面有卖这些卡片 然后,到了街上,他们会有这个 这个是犹太人两个Lobby 在夺林的波兰登堂的门前 他们就立起修电节的巨型的主台 我们在温哥华美术馆前面也有 去年,也是很大的一个 他这个是什么呢? 他大概是每天会点一盏灯 这样子,连续八天 所以,他左边四个,右边四个 中间那个是好像说母火一样 他们那个叫做servant,就是一个仆人 主要是要让其他的巴桿点起来 为什么就这样子呢? 因为那个时候,在97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犹太帝 那时候是被叙利亚王统治 叙利亚王,他就是叫做安提亚古四世 他那个是热衷希腊文化 所以,他这次在全国推行希腊化 刚开始手段还比较温和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严格 然后要求,就是规定 不准给小孩子行割离 然后不准再读律法书等等 然后把这些书都要烧掉 就是开始来逼迫其他的宗教 后来甚至于,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就污秽圣殿 把圣殿里面的房间当作祭旅院 然后把这个祭坛,拿来改成献给宗师 希腊神明,宗师的祭坛 然后,犹太人说,猪肉是不洁净 只有他们在上面献猪肉 所以,他就误会了那个圣殿 结果后来,有一个马加比弟兄,他们就是一家人 他们后来就起来革命 起来革命之后,居然神就让他们打胜仗 而且到时候,收复了耶路撒冷,然后收复了圣殿 收复了圣殿之后,他们就开始要洁净圣殿 花了这些时间,要洁净圣殿 洁净圣殿的时候,因为圣殿它有规定 圣殿里面有灯台,要点灯 那个灯是不能起灭的 他们要常常去照顾圣所里面的灯 结果他们要点灯,但是后来发现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安提加古破坏掉了 结果他们只找到一瓶洁净的油,可以用来点灯的 那个洁净油上面,还有大祭司的风调在上面,只有一瓶 结果他们这时候,他们就要拿这个点灯 但是,这一瓶的油只够一天的,只能点一天而已 但是,他们预备新的油,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 这个需要八天,才能够预备出新的油出来 结果他们就先点这个油 结果后来没想到 这个一瓶的油,居然可以连续的使用八天 一直到新的油做出来之后,这个油才用光 所以,那是一个神迹 他们后来,为了要纪念这件事情 他们就连续八天,就要庆祝这个节目 叫做修电节 修电节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 圣经里面有其他节日 修电节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也不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不像是玉月节,祝鹏节,这些节日那么重大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节日跟圣诞节太近了 所以,他们要用这个来取代圣诞节 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庆祝这个节日,非常的盛大 所以,关于修电节本身,我们就不说太多了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因为有八天 所以,他每天就点一盏 平常,他们就是在约太人自己在家里头 窗台上,有八根蜡烛,一天这样,每天多点一根 但是,他们也有这种巨型的在外面 发生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耶稣在殿里的所罗门狼下行走 这个是圣殿 所罗门狼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面对圣殿的那一排 旁边这里,叫做黄氏柱狼 黄氏柱狼曾经发生什么事? 大家记得吗? 圣经里面没写,没写说黄氏柱狼这几个字 但是,在这边发生的事情 就是主耶稣在这边,把这个牛羊鸽子赶出去 人家在这边就是做买卖 你看那个右边,这不只有两个门吗? 两个门,那边都是入口 很多人从外地来朝圣 就是黄氏柱,然后下面就是这两个门 是这个吗? 这个,还有左边 对,这两个门 他们从这边进去 这边进去之后,从这边出来 这里有一个好像是地下道 从这边进去,这边出来 所以,这边都是小人 这边还有一个寿静池 他们有的从外地来,在里面可以先竭尽自己 所以进去之后,这边的话,可以做买卖 可以买牛羊鸽子,换钱 所罗曼狼底下,常常是拉比 跟他那些学生在那边讲话 在那边讨论事情的地方 有的时候,是在这前面,揭披这个地方 所以,主耶稣那时候,12岁的时候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变成个拉比文化 那,接下来 旁边这个地方,就是先进的枯墙 枯墙,在长这个样子 是哪一块?中间这一块 这一块是当初的圣殿 到目前为止,唯一还留下来 就从主耶稣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罗马兵兵把这整个都拆毁 但是这一段没有拆毁 留下一个纪念 表示说,他们曾经在这边 这边有一顿很大的建筑 他们把他拆毁了 留下这一段,表示他们的丰功伟业 旁边都是新东西的 你说哪一个? 左上方 这个就是原来的圣殿 他们现在后来被罗马人拆掉了 拆掉之后 后来耶路撒冷到第六世纪之后 被穆斯林占领 占领之后,他们后来就盖了一栋清真寺 所以这个清真寺 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 成为伊斯兰教的一个圣地 今天就是因为清真寺在那个地方 所以圣殿一直没办法重建 要不然的话,圣殿早就有重建了 以色列也有清真寺吗? 因为他们境内有很多,都是穆斯林 所以会有很多清真寺 像耶路撒冷,现在也是 一方面是犹太教的圣地 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圣地 一方面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 三教的圣地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头有阿拉伯人 犹太人,还有基督徒 所以他这个城市里面奔着好几个区 这个就是他们那些犹太人 在枯墙前面祷告 把他们跟神的那个祈求塞在那个缝里面 所以这边右边是所罗门狼 这边是皇室柱狼 左边就是现金的枯墙 今天只有这一段墙壁还是流程 其他地方都已经被拆掉了 所以主耶稣就在所罗门底下 就跟他们讲话 我们看一下圣经 他们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 那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主耶稣就跟他说,我就是啊 他们会相信吗? 我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了 不信 他说,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 只是你们不信 为什么不信呢? 主耶稣说的很简单 为什么不信?很简单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这是关键句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这个地方,就是讲到 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拣选跟预定的一个组长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基于神的拣选 那些人不信,因为他们不是神的羊 不是神的,不是主的羊 所以他们就听了,也不信 这个是... 但是,他们需要为他们的不信负责 因为神给他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 所以,圣经里面,这是两方面的真理 一方面,神有绝对的主权 一方面,人也有绝对的自由意志 我们在这地上,有时候想不通 怎么会这两个同时可以不矛盾 但是到了天上,我们就会发觉 原来真的是不矛盾 从神永来的角度来看 所以,他说,你从这边就看到他说 第28节,我又试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所以,根据这节经文,就有现在主流教会 就是说,一次得救,就会永远得救了 主要是根据这一节经文 这个也是一个真理,我们就不太多说了 我们只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得救 是出于神的拣选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讲 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会相信的 是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相信的 所以,我们信主,我们不能说是我自己的功劳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走这条天路 我们要认真,要谨慎善心 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不能这样清清呼呼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对神有一个信心 知道,祂能够保守我们 祂能够保守我们,不让仇敌把我们从祂手中夺去 所以,我们像着祂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 这个是神所要的 而且非常故意犯罪 他前面,第28节说 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 29节说什么? 我父也把梁士给,他比万有多大 谁也不能从谁的手中,把他们夺去啊? 我父的手里 28节说,我的手里 29节说,我父的手里 到底是主的手,还是天父的手? 都一样 所以,他接下来第3节就说,我与父原为一 他为什么说,我与父原为一? 因为我的手就是天父的手 天父的手就是我的手 然后,我们都把羊群放在我们的手掌心里面 所以,他就说,我与父原为一 这个是基于前面这样的一个论述 我补充一下,我与父原为一 他的英文是,I and Father are one 他是用现在简单式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与我的父一直都是一的 过去是这样,是一 现在是一,将来永永远远都是一 犹太人就因着这句话,要拿石头打他 主耶稣说,你到底是为了哪一件事要打我? 我经了这许多的神迹 他说,不是为了这些神迹 那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 因为你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 主耶稣就引用圣经上的一段话说 我曾说你们是神 这个是在诗篇82天第6节 这是亚撒的诗 神曾经说那些以色列的观者,说他们是神 小写的GOD 但是,你们却要像人一样的灭亡 因为你们这些人不行公义,那时候是责备他们 他说,尚且成那些人为神 何况是神所猜到世间的分别为神的儿子吗? 接下来讲,他说 所以他说,我行了这许多的事情 你应该因着这些事情呢? 你就算不信我也要,因着我所行的这些事情相信 最后反正anyway,他们要捉拿他 主耶稣就逃走了 逃走了,跑到哪里去呢? 到约旦河外,到约翰起出失始的地方 这个我们下次再说